继续收听长青书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许洪荣老师 老师最近出了一本书 《厨房的旧节》 老师你也真的有趣 旧集 旧是什么集 旧是研究的旧 旧是极致的旧 所以你选旧集这个意思 是告诉大家 厨房到一个极致是怎样 是这个意思吗 从字面上的解释 你可以 因为这个旧集 其实是日本的外来语 那我们用中文来给它 因为汉字大家都看得懂 我们顾名思义 追究极致 可是我们刚才在节目 一开始讲的是说 我们追求事物的本质 而不是它表面的虚滑 所以极致是回到 它的基本原理 最极致的一个基本 你会发现 世界时尚各大美学 它能够利于不败 利于经典 你会发现 它都是把最基本的东西 做到最好 这句话很中意 最基本的东西做到最好 就是极致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态度 那我们这段节目来讲一下 那个厨房的换气率 你刚刚提到了 这个包括连我们厨具同业人士 十之八九 他们也都不懂 这个有点可惜 那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对换气率 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 基本上开放式厨房并不是梦想 是 那我花一点时间 简单来讲一下换气率 这个一听就懂 好 就是说我们厨房空间是一个 各种立方体的 长方形正方形 各种不同造型的一个空间 那所谓的空间 它是不是就有长宽高 那长层宽层高 它就变成立方的概念 那我举个例子 一立方米的概念 就是长一公尺 宽一公尺 高一公尺 叫做一立方米 那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个厨房 它的空间 是 我们简单一点好了 三米三米三米 那三乘三 九乘三 就这个空间是 二十七立方米 那我们现在国内生产的油烟机 它一小时可以排出去 外面的空气的体积 平均大概在八百到一千 平方米 平方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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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这样去反推 比如说 这样子 对 我们去买一台九百立方米 每小时排出去空气的油烟机 那这个九百立方米是一个小时 那你的空间 你的空间刚才算出来是 二十七立方米 对不对 那你就把九百除以二十七 就得出来说 你这个空间里面的空气 透过这台油烟机 它一小时帮你换过几十空气 这个就叫换气 了解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算 很简单 不用找专家来替我们做计算 这个东西很多是连专家都不懂 然后连 我们现在懂了 好棒喔 连生产这个油烟机的厂商 它也没有再推广这个概念 因为每个人空间大小不同 那很多妈妈 很多姐妹会说 这台油烟机在我家很好用 可是一样的设备怎么带你家不好用 因为你们两家的厨房大小不一样 所以它换气率算出来的数值就不同 那我们长期累积的经验 都是建议 换气率至少能够达到二十以上 它的概念就是说 一小时不是有六十分钟吗 那假如说换气率二十的概念 就是说每三分钟 帮你把厨房的空气 换清一次 那这样子的排卵效果 就达到一个基本的水准 目前国内可以达到这样子的 这样子效果的抽油烟机多吗 数据上来看都可以 可是我们刚才节目里面讲到的是说 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 我们非常推广开放式厨房 可是你开放式厨房 在这个居家的空间里面 想象起来就有点无边无界 它没有被有形的墙堵住 那就要去有一个空气流体力学的概念 然后怎么去导引这个风流 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因为大家的整个物质生活水准提升 用中央空调的住价越来越多 那我们室内设计不是用传统的分离式壁挂冷气 它假如是结合室内设计的那种所谓的吊影式的 藏在天花板里面很漂亮的 只有一个出风口的 那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我这个冬天的时候煮菜没问题 夏天的时候煮菜就满屋子都油烟味 那为什么? 因为冷气是这样子 它把热空气吸进去冷却之后再排出来 它是一个循环 那有我们一般人只注意到说 我们的中央空调只有出冷气 它忽略的说 它还有吸热气回去冷却 所谓的回风孔 那我们跟很多国内的设计师 在讨论这个空调的设计 也是一门学问 我们举个很生活化的例子 像各大百合公司周年庆的时候 不是人山人海吗? 那我们进去公共空间 或百合公司的时候 在一楼的门厅 你会发现 你走进这个大门的时候 头顶有个风切下来 那个叫空气帘 或是空气门 那为什么? 因为营业空间它就是欢迎光临 它就是大门敞开 它不需要把门关上 或甚至用自动门 就是希望吸引客户自由进出 可是这个电费很贵 大家也知道 也不希望说这么大的冷空气 外流到大马路上 所以它用空气帘这个概念 一样的喔 我们用这个想法 这个原理 一样可以应用到居家 那假如说 一个有专业的储具设计人员 或是室内设计师 他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 就去评估说 不只是你这个居家冷气的冷度够不够 还要考虑到它出风口的风向 还有它回风口的位置 开放式厨房其实有很多询问 但是如果可以把这一些都注意到的话 你让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在家里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你不会让那个味道窜来窜去 这个是我们大家很重要的一点 不过在过年开春之后 我收到一个LINE的简讯 是我今年新春最大的贺礼 好 请说 就是我们在过年前 帮了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做了一个很大的厨房 那时候他的设计师 是很希望说 在这个开放式厨房 跟他的客餐厅区 能够做一个玻璃拉门 因为他很向我开放式厨房 可是又很怕油烟 因为那个是大屏树的豪宅 那我们一看他的设计图 我就提出一个建立 我们几乎是写军令状 这个玻璃拉门 我跟你保证不用做 所以你要下一个 不只是军令状 就下一个生死状 就很推偷来建 好不好 结果 他的那个油烟机 当然是用的很顶级 那过年后 他传了一个LINE的简讯 给我们看到 他说 许先生 真的如你所说 我们今天有闻到食物的香味 也没有闻到油烟味 可是食物的香味跟油烟 不是串在一起的吗 不一定 他这两者的关系是分离的 你比如说煎条鱼的香味 跟它产生大量油烟的那一种油脂 因为高温产生油烟的那一种味道 其实是两回事 那一个好的规划 不可能做到说 我开放厨房 在煎条鱼的时候 全屋都没感觉 那个太神话了 它还是会有味道 可是不是让你不悦的味道 那个是食物本身散发出来的香味 可是这个油烟有形的 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油烟 透过有很好的设备 都被排到屋外 那当然它的规格是神规格 什么叫神规格 我们刚才讲说 我们国内的油烟机 平均值大概在900立方米每小时 那当然也有一千的 平均值大概在600、800、900 一千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们就抓高规900 我们这个客户 他是用1800的一台 然后总共装了两台 就是他一小时排出去户外的空气 是3600立方米 那为了要怕油烟这件事情 他把他的整个设备性能 提到这么高的时候 夏天的时候 就是要多付出一点电费 因为你相对的 你很多好不容易得来的人气 又被这个设备排到户外 那还好 就是说我们料理时间通常都很短了 那假如说在这个最紧急的时候 有办法处理 其实他反而相对是环保的 那这个是客户跟我们达成一个共识跟信任 然后呢 原来的营造商 他给他的是一个中规中矩的 6英寸的一个孔 可是呢 我们透过建筑师大家的一个计算 在安全无余的情况之下 一个6英寸的孔 变成两个8英寸的孔 那么大 对 然后他的排气的效率 足足啊 超过人家的四倍 所以完全没有油烟的困扰 而且我们那天在四季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更有趣的现象 像我们现在的居家 不管你是20坪 50坪 100坪 哪怕是200坪的房子 你会发现说 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门窗紧闭的机会很高 有没有 就是人在家的时候 才开个窗户透透气 那因为这个这么好的排油烟机的设备 我们甚至把它升华 变成居家的换气系统 我们那时候在交货 没有在监狱 没有做料理 纯粹是开机做测试 里面在收尾的工班 大家忽然抬几头来 都有一种很直觉的感受 空气变清新了 就是因为我们室内叫负压 户外叫镇压 那我用一小时3600立方米的空气 被排出户外的时候 它室内设计污浊的那些粉尘味道 还有那些凝胶的那些挥发的味道 它瞬间被抽离到户外的时候 是不是外面的新鲜空气 就要补给进来 我忽然 那个我们在市集的瞬间 就觉得这个房子里面 忽然变得好清新 所以风水老师说 洋宅风水 厨房要用 气场才会强 才会晃 原因就是这个如此 我们今天透过老师的说明 你可以终于知道这个换气率 这是一个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换气率 是要把厨房不好的油烟 会引起肺癌 致癌物的这些不好的因子 排到户外 这个是显性的 因为隐性的 就使你家里不开火 那个时间 偶尔让油烟机动一下 也可以把我们室内污浊 给我们人在呼吸 氧气吐出 氧化碳 就在那个小小的空间 24小时 偶尔开一下 那那个空气忽然就变得很清晰 学到了 学到了 原来发现抽油烟机 不是只有在厨房 炒菜的时候用 平常时间使用也是很好的 但它还有很多相对的配套 在我们现在有限的空间里 你偶尔是使用看看 可能说不定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就会知道 只是单单厨房里头一个排油烟机 它就可以发生这样的效果 那你就知道厨房的重要性了 我们会在这个单元里头 持续邀请学老师来跟我们大家介绍 厨房中间的每一个器具 关乎在我们生活的品质 关乎在我们的营养 甚至在我们家庭彼此情感的联系上 谢谢学老师 谢谢小姐 谢谢 对